第十六题 发电厂所发出的电能一般需经由长途的输送路线 送到各地区的用户 因此输送线路适用电阻很小的铜线制程 以减少电能的损失 若发电厂所发出的电功率保持一定 且输送线路符合欧姆定律 当发出电压变为原来的十倍时 则输送线路上电能损失的功率变为原来损失的多少倍 因为发电厂的功率是一样 那么我们根据PE等于IV 我们的功率一样 当我们的电压变成十倍的时候 我们的电流就变成十分之一 这十分之一的电流流进我的导线 导线遵守欧姆定律 它的电阻为一个定值 那么有电流有电阻求功率呢 是PE等于I平方乘以R 那么因为我们符合欧姆定律 所以我们的电阻是定值 那我们电流变成十分之一 还要平方 所以就变成百分之一 所以我们的功率就会变成原来一百分之一 所以第十优题问我们说 则输送线路上电能损失的功率变为原来损失的多少倍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百分之一百分之一倍 所以我们的电阻力发行